在昨天的车身联赛S1 无用赤队与初四的叶银最终拿下了总冠军 完成了他们的大满贯之举 而最后的节胜局充满了悬念 让所有观众都窒息起来 从小组赛的滑体卢到突围赛之神 一路走来无用赤队的状态越来越加 胆子并不代表他们就稳了 在比赛来到最后一场时 无用赤队和AE86罕见的同分了 而在他们身后的VIP也仅仅是8分之差 这点分数基本可以忽视 也就是说这一场比赛比的不是操作 也不是胆识 而得谁能不犯错误 而AE86上来就端了一下 指挥官直达也被小天才贴脸一波 直达也成为了前场最快的男人 AE86开局掉人一眉 就对无用来说没有比资更好的消息了 开局指挥就没了 甚至还是带枪指挥官 对AE86来说无疑是战斗力的致命缺失 而无用要做的就是稳住前中期 近一些可能不去以人发生摩擦 将完整战斗力保存到决赛 对于AE86来说 事情已经发生 能做的就只有止损 此局名为下班局 又成为水鬼局 对于已经无望夺冠的队伍 他们已经开启疯狂模式 能拉一个下谁是一个 谁是左边拨棒不断弹出光头火 击杀RC的信息 令人意想不到 RC已经这样草草出局了 连最后的理论希望都没了 同时自己给了前期名队伍 一个血淋淋的叫醒 战斗有风险 战斗需谨慎 这也让游戏的方向 穿稳住前中期 变成了避开水鬼 永远不要低估 水鬼的战斗力 不破口守卫的下一个 遭重的目标 这万灵幻四 淘汰的不过高 又一个夺冠阵容出局 在地图的另外一次 海陛小镇 宝龙自在AX发生交火 从对标人物的显示 便能看出 队友之间的距离 不是一般的眼 面对宝龙几言的协同战斗 小泽几乎没有胜算 尽管在大桥上 小小木被野马击倒 小泽放倒浩甲 但面对加尔连三的攻势 一个弹夹的他 怎么去面对两个弹夹 X大势已去 进后来到M车队这边 又一个夺冠队伍的战斗 除了周周一颗顺暴雷 最后两人的M也先告了结束 车神之力 短短两分钟足道的时间 前期名度就只剩下 无忧 A186 VIP和霸王龙 都说稳得住一时 稳不住一世 平时最远近只打决赛前的VIP 这回为了争夺冠军 他们拼了 他们将所剩下的小黑粉 但还是那句话 永远不要在下班级 是主动招了水鬼 VIP之一波 是出世云全看造反 小黑粉就是给人惊醒 而至一回他们也守住了 最后的荣耀 就算是多冠阵容 也不是轻易能拿捏他们 VIP博输了 只剩下独狼一个人 母亲在往后的群行中 将更加艰难 虽然说是在今天的比赛 他们的排名并不是很靠前 但是他们在最后一局 可谓是暗住了VIP 去争夺冠军的希望 他们可能最终 不能捧得冠军 但成为了颁奖者 成为了决定冠军走向的 那一对主人 无忧86最开心的时刻莫过于此时 而目前也成为了前春的希望 现在他要做的便是狗住 一定要狗住 至少要拿到排名分 只有三人编制的86告诉我们 避开水鬼的最好办法 就是直接躲在蓝圈 没有一个水鬼会在下班机 抛去扛毒找人 出海边小镇出来的霸王龙 还是满边状态 且他们团面的X 131的积分 还要再加上3分的团面奖励分 此时的霸王龙拥有134分 而距离148 仅仅只有14分 直到此时 炮子再反应过来 霸王龙才是无忧86真正的对手 如果我们摸着霸王龙会再接下来吃鸡 那他的分数将会是144 仅仅只是四分之差 只要霸王龙在收获足够的击杀术 是完全能反超无忧86的 难道说黑七传奇要在今天上演 基本已经安排好了 是无忧大满贯 还是AE86救神回归 亦或是黑七传奇 此时霸王龙已经将黑手伸向了燃 随着浮风的倒地 赌狼七七零似乎也没有回光的空间了 战斗才刚结束 跟战斗已经加油了进来 战斗不要让战斗停下来 比较累积拿到巨文的霸王龙 还有谁能挡住他们前行的脚步 在阶段三来临的一刻 淘汰了叶炎 他们应该是在这个 最终的作战以后 让自己的积分来到了138分 终于我们预争结了无忧 最终还是在小天才这里糟纵 出演被雍子带着 乌游也交了三人编制行业 杜拉默钦在本局的压力有多大 前方是A186 身后是霸王龙 敢问路在何方 而自由条菜里就被霸王龙打下 所有人都捏了一把冷汗 好将一发ARM将棒子打成一丝手机 木琴已经无路可去 最终被小老虎收入淘汰 VIP也正式出局 冠军争夺将在乌游A186霸王龙中诞生出来 通过小地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老公与区被三分天下 最北部的水鬼之王JY和小黑粉 中部的无忧 还有南部的霸王龙A186 战继在小矿山边上 等待了前行的进一步搜索 而小天才向着86的方向进发 难道小天才也开启了水鬼模式 后面来擦 来擦 别进别进 谁在后面啊 摔倒了摔倒了 摔倒了摔倒一个 他不对有 我靠 他瞄的 我是真的比较啊 什么意思啊 哇 这么狗啊 我靠 谁能想到小天才在最后关头 竟然出现了这么巨大的失误 这对于A186来说 也是一个天赐良机啊 小天才 在对面一个撤退 宝宝被直接拿下 再看到雍子雍子最终 是被掏在三连暴走 尽管拿到了三连暴走 然而并没有团灭小天才 因此86也没有获得三分团灭奖励分 一来一回的差距损失掉了四分 但还是在这个时间里 超越了无忧149的分数 A186开始上山了 最终决战来临 无忧出力继续占点防区 绝望要战继的自己的山头 而暴龙这个尖随点 未完美地扼住了86进圈之路 留给86的空间几乎没有 A186美中不足的一点 就是这一个反坡实在是太窄了 对 也要看后续他们有没有足够的烟雾 让他们还能贴到房屋的一侧 因为新的白拳已经是像A186完全地切出去 看看浪子段拉到了一个天高点 能够为队伍带来一些怎样的信息 比如说无忧的防区的北方 其实是空空着的 其实是没人的 A186直接选择往山上面走 A186上山了 会不会真的是抓住了那一个空房的机会呢 无忧大树的打击角度并不好 但他能不能察觉到 A186已经把重心来到了山的一侧 来到了更高的一方 对 对于A186而言的话 现在还有一个致命的威胁 那就是 就是 这个山头上面可不仅仅只有你A186 而且小老虎已经要将浪子段的腿给卸下来 他的载举不好拿着个宝宝位 也是十分的危险 涛仔被拦接下来了 涛仔被给放倒 冷静 冷静 你们车也爆了 坐上我往左边拉了 我先拉了 我们车也离开了 我们车也离开了 89金有的两辆载机 亦已经完全失去了行走能力 而接下来的车身又给到了 与A186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侧 往前走是百米干拉 无忧不可能给其机会 金有的一个位置 也被JY站起 A186唯一的破局之法 便是拿下JY 不成功 变成人 你们走左边 走左边 走左边 推那个 推那个石头那里 你别上车了吗 没了 别上车了 别上车了 跑吧 跑 别上车了 别上车了 推这个点位 别急着落枪 别急着落枪 走吧 再走 从左边跑 从左边跑 A186 朝这边来了 继续往山顶去摸索 跟ZY的这一波进攻 也非常的关键 难道要先找ZY吗 或者至少要做一个驱逐 他们首先希望自己是 山顶上最终唯一的主人 他放车了 把你走 我就赢在饮料了 他左下角有一点圈 三个 三个 不行了 被他听到了 我都发现了 推不动 推不动 他都在圈 前方有危险 你也没 那没这个 不难推 没圈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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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退防区好了 我就想 瞧瞧了 第一时间 让推啊 你们再下车抽把了 阿波特 在AE86的陨落之后 又陷入了瓶颈 因为对于这三支队伍来说 阶段期各自还有一些空间 可以取代 但新的白拳 还是会将ZY与霸王龙两支队伍 共同的卡在圈外 这对于吴悠来说 都是一个良好的架点的窗口 对 但是对于吴悠而已的话 现在也不能够出现失误呀 吴悠至少是需要拿到一个 第二名的成绩 放到浩天 人家鼓章继续的收获开明 而且霸王龙也在那边 不断地去输出ZY 老虎的这个点位非常的危险 隔着烟雾继续给到混伤 另一面号下也将丘刺雷倒 这是两队 之间的一个混件 这更是给到了吴悠一个好的机会 吴悠战队站在这个防区里面 疯狂地打靶 现在对于吴悠战队而言 虽然说是子弹没了 但是冠军他们要有了 已经几乎就在手中了 他们只需要 先打好眼前的这一局 收获尽所能 所拿到的分数 继续地给到收获压力 收获只剩一丝血 由云顶连打在步 好 那么伴随着 这边的ZY被给淘汰掉 一线这个云顶 再一次地爆头放倒了小庸 看到后面的小小木也倒了 吴悠 继续高歌猛进 霸王龙倒得倒伤得伤 人数已经锐减 跟吴悠一样 都是一个双人的编制 二打二的局面 但吴悠 他们的防区优势 可能终于要迎来鬼城了 他们只剩最后的一个 小小的角落了 对于霸王龙来说 他有这个火焰 大树的一个小树 自己踩了上去 那浩将提前封好了中心烟 在圈点上 霸王龙是更加接近 新的白圈的 对 而且小庸其实也一直 没有被护掉 这边蓝圈也已经 非常的近了 吴悠要从自己 赖以为甚的防循当中出来了 五秒的一个时间 来得及吗 吴悠大树 躲在了冲层的路上 云顶 云顶还在输出 云顶还有机会 对方的烟散了 云顶 最后很可惜 没有吃到蛋糕 但是 让我们恭喜 吴悠拿下来了 我们本届车神联赛的冠军 哈喽大树 来 先跟我们各位小伙伴们 打个招呼 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吴悠大树 恭喜夺冠 现在心情怎么样 大树 说实话心情非常的开心 因为这个冠军来的 就是太是时候了 怎么说 为什么说太是时候了呢 就首先 第一点是 我们车队吴悠 就打了很多比赛 基本上就差一个 车神杯的这个冠军 然后这一次也拿到了 然后呢 明天也是我的生日 这也是我队友送流 那生日那个礼物啊 哦 这个生日礼物 那绝对是相当的满意的 价值千金了 对 我们恭喜大树 然后在这里呢 也提前祝这个大树生日快乐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联赛 这个夺冠的这个道路 其实是蛮艰辛的 尤其在小组赛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自己还有机会 去拿到后面的这个冠军呢 因为在小组赛的时候 整个表现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其实我们每次打比赛 都经常 有些时候甚至小组赛 都差点淘汰了那种情况下 然后还是就是直接上来了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不会太担心 因为这种经历的太多了 然后就觉得还好 对 那感觉无忧一整队 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 那我个人就有一个问题也是呼之欲出了 那最后一局比赛 分叉咬得那么紧 那在这样的一个分叉这么小 高压的环境下 你们的心情是怎样的 我们的心情 其实我们每个队友的心情都还 就是都还好吧 我觉得虽然是有一点紧张 但还好 对 相对而言的话 没有特别巨大的波动 我觉得这个也是得益于 我们无忧战队 在之前参加的这个比赛 参加的够多嘛 是 对吧 还有就是 回顾我们整个的这个比赛 有没有哪场比赛是让你印象作为深刻的 比较深刻的呀 我觉得就是 就上一把吧 就是沙漠的 海岛的有一把 就是决赛圈 我们和A186正面碰撞的那一把 那一把就打得特别精彩 是 确实 然后在这一次也是给我们 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成绩 对于无忧大叔而言的话 拿下来的这个冠军 我觉得也是对于粉丝们很好的一个回馈 那么有没有什么话对粉丝们说的呢 有有有有感谢就是感谢所有的粉丝的支持 我们还有就是非常感谢我的初言 就是我们虽然打得特别好 就是我们打得非常好 都是因为初言一直在指挥我们 就是他的贡献其实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他的我觉得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但是他真的就是扛住了所有 带领我们就是走向胜利 然后加上小老虎还有云顶 我们三个的配合 真的是这次的冠军拿下来很难 但也非常的开心 对 能够感受到 能够感受到大叔 还是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激动的 然后我觉得呢 既然这个冠军已经拿下来了 就可以抱着这个开心跟激动的心情 去完成我们采访过后的这个庆祝了 同时在最后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好 谢谢 好 拜拜 大叔 那我们采访在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恭喜 拜拜